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Nikki带你飞 在我还没有开始之前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分享出去 还有打开所有的小铃铛 我在昨天的这个影片 走势分析以太币和比特币的 恭喜大家都盈利啦 看一看我的会员 看到吧大家都已经盈利了 我们都是看空的 为什么看空呢 如果你不知道 你要去看我的影片哦 好不好 那要如何加入我的会员呢 就是在这里点击加入就可以了 要不然就按这个简介 然后这里加入带你飞会员好吧 来继续 现在回到比特币四个小时哦 这个是很关键的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天图呢 是有一个比较大的falling reach 我昨天的影片也是有讲到 一个比较大的falling reach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四个小时图我发现比较小的 这个falling reach 那这个是很关键 为什么很关键呢 如果说比特币他在这里 继续的震荡的话 突破 然后再突破 那我们就能看到这个价位 这里 差不多是36,000 哦这个价位 那现在呢是很关键 因为跌破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更低的价位 下跌呢 我们可以看就是 跌破反弹测试这个位置 然后不可以回到去的话呢 就会继续的往下跌 那往下跌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价位 28,000的这个价位 OK 所以呢 现在我们要关注就是这个比较小的falling reach 那通常falling reach呢 都是以看涨为主的啊 70%就是看涨 那30%呢 就是看跌 这个也是要取决于市场来决定 然后这个是比特币的分析 我们可以关注这个趋势线 OK 那除了这个比特币的分析以外呢 还有就是以太币 好来到以太币的分析 我在昨天的影片 有说了在这个位置 2007的这个区域啊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阻力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尝试了蛮多次 都没有办法就是突破继续的上涨 所以还是看跌的也没有突破这个趋势线 那我们回顾昨天的影片 他突破呢只能在这个趋势线 还有可能又会继续的下跌了 OK看了昨天的影片呢 回到来是不是 就是没有办法突破就会下跌嘛 那下跌之后呢 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他 想要回到去这个趋势线 所以当他回去这个趋势线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机会看到他会继续的这样去走 直到突破啊 他突破呢 我们就能看到更高的价位好吧 那现在呢 还是会在趋势线里面去行走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看的就是 如果说他跌破呢 跌破就是没有回到去这个趋势线继续走 又或者是回到去之后呢 又在下跌 那我们可以看到更低的价位 更低的价位会是多少呢 就是在这里这个价位 差不多是在1744这个价位 OK 那整体的这个走势 我们开4个小时来看 好来到4个小时图的以太币 我在之前的这个Rising Ridge呢 有告诉了大家 他跌破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那他跌破之后呢 就会继续往下跌 所以我本身的是在这个位置呢 我就已经是做空了 然后你看这一波 是吧 也是不错的这个引力 所以你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哦 这个我是有分析到的 好那现在呢 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要继续看 这个走势会是怎么样 因为这里呢 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支撑 所以他很有可能呢 会这样的突破 然后继续的上涨 回到这个趋势线 好吧 那现在就继续观望吧 我们就看市场会跌破 还是突破这个趋势线 继续的上涨 OK我的分析就到这里 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看法 还有个人的分析 并不代表所有的人一样 那如果你是要操作的话呢 一定要谨慎操作 还有就是要独立思考 这些分析呢 都是给你作为参考的 而不是投资建议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